OK 我要来讲一下我是怎样打三色的 我觉得三色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爆发力 比如讲 如果我们三色去到Lv.6 加点会是第一招 第二招 第二招 然后第二招 然后一个奥底 看情况 如果有时候这边没有那种会冲联的Hero的话 我通常是加奥底的 如果有冲联的Hero的话 我会加多一点第三招啦 用Lv.的Item 怎样选呢? 三个这个 一个次数 然后一个数值 然后过后就可以升级三个这个 这个就没有了啦 我个人我会这样买 然后开始游轴 如果这样不够的话 我看还会补一个魔方 还是这个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增加游轴的成功率啦 为什么POWER TRADE是很重要呢? 因为POWER TRADE可以加10RNT给SALENCER 有什么分别呢? 比如讲我们找一个昆卡 三个BRACES 我只有一个草鞋 你看 一招可能扣八十多九十血吧 这就看到如果我拿鞋子 看到吗 看到那个攻击力的明显变化 如果要买这个的话就更加高 这样后面的Item 要怎样选呢? 然后我的加点是怎样呢? 我会把这些东西UP满它 然后我UP这个 我不会UP好低 四千到五千的MLR里面 RANK MATCH 很少有人可以打赢SALENCER 一把小影刀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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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一个 这个 来 下丢 就这样子啦 差不多是这样 惨了 惨了 惨想打MID LAN GG了 我拿鞋子来打 我们今天应该输得好惨 我们今天应该输得好惨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我怕 我怕 我等吧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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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那种感觉 你看我的手 你看自己摔摔 我的手 丢着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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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哎呦 你杀到好了 妈的 那种打啊 nice 我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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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痛啊 打人 我都不乱乱插一样啊 我怎样 乱啊 我都不插到我啊 哎呦 Fuck 哦 鸡蛋啊 哈哈 哇 哎呦 哎呦 展现救人了 哇 推到中间了 推到中间了 WTF 有魔了 天山啊 他杀了我 正红跟错话到两个 像撞的男子 那个 那吃鼻的汗水味 那吃鼻的汗水味 哈哈哈 什么都不可以 直接射那个塔 哦 来 哇 一刀我没有掉了哦 什么来的 什么来的 呦 一刀忘了 买了什么来的 哦 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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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输了 哎呦 刚刚 一刀我死掉了 看出来 他买那个A4 Fable 放挺多两刀 啊 两刀我就死了 什么不可以的 好像突然间 开户小爹地了 哦